今年的端午节彩券加码再加码 这个礼拜二跟礼拜五开奖的大乐透 投奖奖金各加码一亿元 吸引了不少的上班族买彩券当作端午的加码小礼 也有新客人来试手气 投注占钱每一个地方都是买替抢抢棍 端午加码的彩券果然吸引不少民众排队来抢购 想当亿万富翁 周二和周五开奖的两期大乐透 投奖都有加码一亿 上班族也来拼大奖 一个人买不够 要把彩券当成端午节奖金之外的加码惊喜 他们现在你不知道一到了这种节庆 他们非常的期待 等这个彩券你知道吗 你们看他那个表情 阿姨充满了一些希望 幸福感 台台今年有推出用手机就可以选号码的习惯 那对于我这种平常用来买彩券的人 是非常的省时又方便 不管是电脑选号还是自己挑幸运号码 很多客人一买就是上千块钱 可能是公司发了端午奖金 民众出手比平常更大方 买器也比平常要多了近五成 一些熟客之外啊 也多了很多生面孔 那一次买都买了上千块 那他说彩金高 买多中奖机会也多 端午彩券应景加码 买张大乐透众人分享一起做梦 也为生活增添了小确幸 记者黄晴 王国霖台北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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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